硬菜硬菜 你们知道最硬的菜到底有多硬吗 兄弟们老规矩啊 咱们先看视频 石头能不能吃呢 石头可以吃 在我国湖北恩师 有一道非常特别的菜叫缩丢 顾名思义 缩完就丢 这道菜要用到合理的鹅卵石 对于这样一道世界上最硬的菜 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湖北恩师的小伙伴 你们这不是骗我的吧 为啥要吃这种菜呀 不过陶子觉得 地方特色的吃 总有它的魅力所在 今天咱画我都会直接味道上 见给你 还是那句话 做测评 我只做最真的 麻烦您点个关注 支持下吧 凉油一勺 热个锅 葱姜花椒 搁一搁 大蒜辣椒 别嫌多 爆炒石头 开大火 撒盐香菜 来一桌 关火装盘 嗯 开始嗖啊 准备拍摄前的草子 别替你炒事 不 嗖着呢 是 Lonely的 死情死景 海里子必给这硬菜 咱阴尸一口 不是老弟外面 妈怎么那么吵 外面这帮老头摸小石 我都在哪里找 赶紧赶紧回过正题 咱们试下味道 然后我预测一波 未来的一个月 全往各大层摸住 都得测这缩丢 回来胖 我刚缩了是哪个 哈哈哈哈 小飞快来呢 小飞快来呢 风屁 飘料仨本 哈仨本